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明镜历史台的人生之中节目 我今天采访道义伟集是我很早很早就想采访的人物 今天出现了 李先生请亮相一下 谢谢老何 原来呢 你的名气太大了 所以有点 有点拍不上 你说你要采访我的话 我觉得要不要老何采访 是不是到人家那去现眼去了 现在李先生他一出口就沉默的讽刺 我知道他是这个什么意思 我就不需要说了 我们观众应该明白 我最开始知道李先生呢 是在太太上面 老是注意到有一个人 好像又要换一个太太账号 又换一个太太账号 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的内容 只是老是注意到 我就以为是个坏人 那么呢 我就没有怎么 后来看了他的内容 我吃惊 我说这个人很奇怪啊 一下子是五毛 一下子大外宣 一下子又是民运 一下子是一个非常熟悉 西欧事务 欧洲事务 美国事务 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 而且他更重要的是 他老是讲一些 我一看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角度 所以有时候我在办公室就跟你讲 我说这是什么人啊 那我们同事就笑我 哎呀 你都不知道他是个天才 我一想这个天才 我也没怎么在意 因为我们的周围 几乎都是天才 对吧 我们办公室就好几个天才 陈小平是天才吧 我们李奇博是天才吧 一个哈佛一个麻省 一个学院 很多明星都读过了 我也没有怎么 也没有怎么注意 但是九月九日经过几年以后 还是发现这个人物啊 还是比较奇特 应该有什么东西吸引到我 我老先生跟他谈一谈 然后我就说 哎我要去采访一下李奇盟 我要怎么样 我们有的同事说 你采访不到 为什么呢 所以我之前就跟他联系过了 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我觉得奇怪 有什么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啊 我正联系了一次 李奇盟先生说 对不起我这个不太方便 那都已经是好几年以前了 所以今天我很感觉到很激动啊 您真是接受我的采访了 你又客气了 你又挤得我一番啊 现在咱们俩平手了 你一把我一把 咱们俩平了 不用客气了 但是你今天为什么要客气一下 你今天的形象 我觉得比我好多了 你看我在一个专业的摄影棚里面 我们的同事害我 灯光打的不好 挺得我周围啊 我的白桃花很多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专业的 对我比较友好的同事啊 他没有上班 临时找了几个同事 他们就有 对我比较陷害 你看到没有 我的形象比你差多了 我看不见啊 我觉得你是 我觉得你的形象 我觉得你的形象 而且我早几天呢 就是才发现 你居然不仅是个天才 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的成员 而且是第一期 我还真不骗你 我之前只是知道你是天才 什么神童 没有注意到你是中国科学院少年班的这个学生 这个真的是抱歉了啊 就是有眼不识探生 因为少年班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神话 在微博的时候呢 在博客微博的时候呢 经常提一些少年班的说的 读者都不认识 到了推特了以后 跟过来的都是一些老读者 我就不好意思再老 没事老提这事了 所以就不说了 有一些老读者知道 但新读者真不知道我是少年班的 对 我们少年班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我只知道 先一步的名字很熟悉 因为他跟我生活在一个城市 对 先播入校的时候 从长沙 他是哪个小学 我忘了 他是五年 小学五年级 带着铁环来的 溜铁环来的 来得可大 他最著名的那个照片 就是他站在板凳上 对 站在板凳上 黑板前站在板凳上 为了那个照片 我们拍了一上午 没上课 是在你们学校拍的 我以为是在什么地方拍的 就在我们的同事了 就在上班的教室里拍的嘛 一上午我们就没上课 就为了拍这张照片 谁来拍的 中华山 那个时候我忘了 他们好像是央视的吧 还是哪 拍了两个月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拍电影 就把你们的世界拍成了一个电影 是吧 拍了一个15分钟 15分钟的一个纪录片 哦 我做这个采访啊 我有一个跟陈小平完全不同的采访 采访的习惯 陈小平不是啊 他是随时出身 他很专业 他一定要去查一些资料 来这个 来去问这个嘉宾 这个是符合专家标准的 而我呢 把自己就是当成一个完全无知的人 所以呢 我想希望在采访过程中间 一步一步的跟我们的观众一起 来发现你的这个人生的故事 所以我也没怎么查 但是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 我们的导播需要一些照片 我就赶紧去找一下中国少年班 结果我发现 少年班现在还在做 并不是说没有了 因为传说少年班的天才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你看有一 你看我这种做新闻的人 真的是有时候 每一天都感觉到自己的学识的浅薄 至于少年班现在还在办 对吧 对 少年班已经扩大成了 科大的少年班学院 现在已经是一千多人毕业了 哦 少年班是你的科学院 在还是在合回吗 还是在合回科大 嗯 那那个 你点 你说的说到那里边出了一些事故呢 主要是前两期 嗯 因为前两期呢 他们第一也没经验 但是招的呢也比较乱 所以出了出了点事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宣传的这个力度太大 把一些人搞的就有点心理就不太正常 嗯 对 像现在他好像还是一个副教授吧 但是呢就是他在美国留学期间 正好他的一个肩负人吧 肩负人之一吧 或者是肩负人嘛 正好是他的亲戚 这个亲戚正好是我的同事 所以偶尔之间啊 我们 当时我不知道做这个采访节目 已经几十年以前了 那么他跟我聊过一些现一步的事情 我当时也是感叹啊 非常感叹 非常遗憾 但是所以老子你们就留下了一个 对你们少年班很遗憾的这么一个印象 啊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实际上少年班 到了后来越来越正常了 对吧 少年班总体来说是后边 你比方说2012年美国的这个科学院 在增选外籍院士的时候 这个中国人一共入选了三个 一个是台湾的 剩下那两个是大陆的 两个大陆的全是少年班的 所以少年班里边出来的人才确实有不少 嗯 那两个人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我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了 你要查那个查这个 哈佛大学历史最年轻教授 那就是他 就是其中的一个 哈哈哈哈 哈佛恰恰是我联系到比较多的一个学校 以前非常多 最近也有一些 最近我跟一个哈佛的一个教授联络 他就是一个天才 真是一个天才 怎么一个天才呢 我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访问到他 那么跟天才打交道 我们就采取天才的方式 就是我们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在中国的媒体 或者海外的媒体啊 你是除了自己写这个 写博客以外 你是不是也经常接受采访啊 电视采访做的多吗 没有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这是我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到这个电视采访 从来没接受过电视采访 电话采访 是接受过一两次 什么文字的是吧 电话采访 采访接受过 文字上采访的比较多 但是在这种电视采访 没有第一次 这是 OK 电视的采访 你就拉不掉啊 因为文字采访 你可以骂那个记者 说啊你看那个记者啊 就是乱写的 我们视频采访 就是真实的澄清你的观点 除了观众说 老何你不要话那么多了 听老李说 但是老李说不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在做这个访问呢 就是要采取一种交叉性的方式 就是要问我 你怎么也变成一个天才 你觉得你现在还是天才 还是跟我老何一样 已经变成一个正常人了 但是我觉得你这方面 还是保持了一种天才的味道 这有个故事呢 那是2008年 2008年的时候是科大的30年 就少年班30年入校纪念 他们邀请我回去 邀请我回去呢 我就从荷兰回去参加这个 合肥这个这个纪念 然后就有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上我就提出来了 我说这个神童啊 是不对头的 给孩子压力太大 我说实际上 我们属于早会儿童 跟晚会儿童 就是反面 实际是说的不客气 我们属于不正常儿童 有的人早会 有的人晚会 但是为什么要办这个班呢 因为既然你早会了以后 就不适合待在这个正常班 这个荷兰这方面也有过一些研究 说为什么不适合呢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因为早会了以后 他们回答同龄的问题的话 就特别的快 别人要花半个小时解决的问题 他五分钟解决了 这样会造成一种心理负担 什么心理负担呢 他就一直要坚持所有的问题 都要在五分钟内解决 或者几分钟内解决 就显得特别心急 但这种人一旦走入社会 他是失败的 社会中的问题哪有说五分钟解决的 甚至一两个月 一两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这种呢 会造成一种这种孩子呢 他们进入社会以后 开始逃避 逃避社会 所以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神童 到了后边的不成功的 就是因为他们逃避社会 嗯 所以我就说呢 你们半般的一个宗旨呢 应该是把这些孩子 顺利的送到社会中 让他们在社会中能够成功 这是你们的宗旨 嗯 但是我们看这个西方啊 也甚至报告 看亚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天才 少年天才 比如说像我一个老同事的小孩 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读过中学 也没有读过小学 他没办法读书 因为他太聪明了 太天才了 那么这个几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的故事 最后面他有没有成就呢 我可以跟您讲 非常非常有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他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 但实际上他是从事科技工作 那么也许以后我告诉你名字 或者是我们的节目中间看 方不方便讲 因为我要跟他们父母联系 跟他联系 也就是说 包括看美国的一些故事 有些神童 他就一直是神童 一直就是很有成就 简单的说 你刚才说有一点 是不是他有一点把这个事情给掩盖了 其实有一些神童 还是保持了他非常好的品质 就是一直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在西方 对吧 也有这样的例子 特斯拉不就是 这种超常智商的人当然有 你比如说少年班里边 我知道的有几个学生物的 现在都是世界顶级的顶级专家 还有一个学计算机的 现在是博明汉大学计算机系的系主任 这些人的话 那你说已经做出了超 一般人做不到的一个成就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美国科学院院士 那你能说这不成功吗 这当然成功了 然后还有 比方说是这个 第二期的上那班的这个张雅琴 微软 微软在中国区 中国区总裁 那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了 所以成功的例子确实很多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你培养不得到 这个主要发生在第一期第二期 会出现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西安波就出了一些问题 西安波呢 当时是作为少年班里边 少年班里前两名嘛 宁波第一名 江西呢宁波是第一名 他是第二名 西安波是第二名 因为他全班最小的 这两个呢 大家都觉得呢 宁波今天是出家了嘛 对不对 他宁波算不上出家 因为他算是算寺外生人嘛 他没有在寺里面当生人 他在寺外上做生人呢 他研究 现在主要研究方向就是 这个小成教 嗯 所以经常给一些给讲 讲精神 嗯 对 我们是尺 全是像卸英箱 像상상 或者是有些人 我们知道他一些细节 但是有一些细节 除非他本人或者是家人的 跟我们讲这些情况 有时候我们表示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点心理障碍 你理解吗 因为对名人嘛 这也是当年的名人嘛 表达不好的话 这个会造成反感 但是我也跟你说了一下 宁波才接受过很多很多的记者采访 因为他名气最大嘛 因为也出家了 最后宁波发誓 永远再不见记者 是吗 那下一次 因为记者采访完了 他总是感觉记者歪曲 因为他没有接受我的采访 我的采访最大的财点就是不挖区 你试试看 你看看你讲的哪一句话 只会你认为非常不合适 违背了社会的最基本的功力 我不会给你剪掉 保持一点原知原味 甚至你看我们做节目之前 那天本来要聊几桌 我后来说咱们别聊了 一切要聊到节目中就要聊 对不对 对对对 保持一个惊喜 惊奇 对 那我这个从少年八样 我们再把故事讲到你的少年时代 我就特别有兴趣了解一下 如果在可以的情况之下 你能不能讲一讲 你到底是出生一个什么家庭 比如说是老师 还是什么你们家的父母 本来就是有天生的基因 还是你们家的什么特殊 你能讲一讲吗 这个我开始讲 慢慢讲 第一 先讲我父亲 父亲呢 是出生于吉林 长村附近那个农村的农民 这是我父亲 但是说农民呢也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爷爷是满洲大学毕业生 嗯 这是汉人吗 汉人 嗯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 我爷爷算是 算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吧 那时候大人是很少的 我父亲呢是学务理的 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 我母亲呢是江西人 哎 那你父亲的事情 讲一讲 你爷爷是这个大学生 你父亲即使也是大学生 你的意思是 对 那不是农民吗 那你的爷爷的爷爷 你还知道是什么人吗 我爷爷的爷爷 据我爸爸说呢 这是 名字我 名字我不知道 这个 据我爸爸说呢 是上了这个天津景观大学 OK 天津景观大学 那你的 真正的老家是河北 是不是 我的老家 是150年前 是在 是在 唐山附近 对呀 因为 那是150年前了 那是我前面 就期待了 这老祖宗是逃荒 逃荒就一路挑了三个儿子 逃到这个 走到这个东北去 嗯 好 您的父亲 这个 讲到这里 然后呢 就说我母亲 母亲的这边呢 是南昌人 嗯嗯 咬的时候呢 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我妈妈 这个 他们自己家的历史 从来不说 我从来没见过 我见过我姥姥 但我从来没见过我姥姥 我姥姥 什么时候去世的 怎么去世的 我妈从来不说 嗯 后来是怎么知道了这个事 很奇怪呢 就是我妈 我妈 爸爸妈妈 往这个 从富裕县 领口 这个黑龙江省 富裕县 向 黑龙 牡丹江地区 领口 叫调转的时候 就我爸爸的一个朋友 在这个领口县的这个教育科 嗯 他跟我妈说 说了一句 说调转为什么这么难呢 我爸说 那不就是因为我的右派历史吗 你们就难吗 他不是的 说你老婆的历史可血淋淋的 我爸这时候才知道 我爸都不知道 我妈那边是什么历史 后来呢 这个我去到了江西以后 见到我舅舅呢 我舅舅给我稍微说了一下 我最后记得 那时候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 大概的感觉就是 我姥爷是一个高官 国民党的一个高官 同时呢 又是地方的一个大财主 然后呢 说的最逗的一段呢 就是我姥爷实际上呢 虽然是国民党的高官 但私下里通共 将军共产党好几个暴露的地下党员 是通过我姥爷给转到苏联去 就是到了这个国民党撤台湾的时候呢 他就有点我估计 这都是我选的 我估计姥爷的是财迷了 因为他在南昌的不同产太大 不在不动产业太大 他舍不得 他就不想走 他那些同事就说你走吧 知道你通共 但是没用的 共产党不讲这个 但是呢还是没走 最后呢是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 二话没说 抓走 送到了这个辽宁的丹东监狱 咱们建议是学生的方吧 然后呢 那你讲 接下来呢 这就是我姥爷那边了 我是听我舅舅说的 这个还我姥爷还不算 为什么当时那个教育科的科长说 我们历史雪淋淋的呢 是因为我姥爷还有几个兄弟 一共六个兄弟 有四个兄弟是军官 什么军衔不知道 他听我舅舅的口气的话 他起码都是上校到将军这个军衔 四个兄弟全部战死在国共 这个内战斗 是国民党军官 四个兄弟 四个还是六个 没听清楚 四个兄弟 四个兄弟 然后两个兄弟 是在共产党来了以后被枪毙了 所以呢就是等于他们一架 六七个人 基本上全死 我姥爷那是最后一个 活到最后的 就在死在了丹东监狱里 这个是我妈妈 我就想说起来 说我妈妈为什么从江西 跑到东北去念书呢 说第一 因为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因为我姥爷被抓走了以后 我姥姥直接就被大载园里 就给踢出来了 就给撵出来了 我姥姥带着四个孩子 就在干江 这个南昌没有干江吗 嗯 在干江边上用树枝搭了一个窝棚 我妈他们家就住在那个窝棚里边 然后呢 我妈说小的时候呢 糊火柴 我姥姥帮人家洗衣服 就干这些活呢 反正就是养了四个孩子 所以家里比较穷 家里比较穷呢 那我妈们学习成就好 还有个老师特别的就赞助她呢 就使得她一直念完了中学 说那怎么办呢 第一你要家里没钱的话 就只能念那个师范了 师范里起码管吃饭 所以她就在师范里边选 然后呢又想去东北看我老爷 我老爷不在这个南东监狱吗 所以她最后就选中了这个东北师范大学 我爸之后也在那 东北师范大学当时向秦国招生了 那是五十年代吗 那那是五十年代了 当然是五十年代 所以我爸和我妈就在大学里边是同班同学 你妈妈学的什么专业 都是物理专业 我爸和我妈妈都是物理专业 都是物理专业 那你妈妈够聪明的 学物理一般是 被认为是质地比较高的吗 我认为我妈质地相当高 她质商相当高 所以这是呢 是我们家历史 然后呢大学的时候呢 赶上了反右 我爸呢就变成了右派 这个事情对我爸打迷特别大 因为我爸实际上那时候不喜欢这么人 你知道反右之前是这个整风 整风呢就发展到党外帮助党内整风 就忽悠这帮教授们 知识分子们批评共产党 给共产党提意见 我爸呢就说不去扯这东西 他是属于专制 他是东北西方大学创纪录的学生 就是五年下来没得过一次次分 全五分毕业 所以呢他就是学 就是读我的书 你搞什么政治对共产党批评共产党没兴趣 后来的共产党就逼了 你不批评共产党的话 你就对党不忠诚 所以呢他就批评了一句 也要去无关痛眼的 结果这个57年这个突然这一下 整风变成了反右了以后 开始抓呀 抓右派呀 我爸那个班里边 名额不够 就抓的名额不够 最后就把我爸给凑上去 凑上去一个右派 嗯 所以他觉得特别听嘛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爸变成了右派 我妈呢是地主成分 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呢 地富反坏右 这黑五类里边 我们家我变成我们家占两个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六四 六四年四月九 四月九号 哦 一九六四 六月九 那你出生的时候 你感觉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成长家庭 有压力吗 你是在农村还是在什么地方呢 出生的时候呢 这就又谈到我爸那去了 我爸当了右派了以后 毕业就被下放到这个农场去了 就放到劳改农场去了 所以因为这个事呢 我爸还因祸得福 说是因祸得福 为什么 劳改农场里是 自己自主的 自己种地 种麦子 什么自己吃的 所以在大跃进的时候 他没饿着 他说我们起码有馒头吃 有馒头吃 有鸡蛋吃 他说养鸡啊 什么种麦子 他就被送到了这个农场 我妈呢 就被留在了长春 在这个长春六宗 上面了 我爸就被下放到黑龙江去了 所以两个人从一开始 就两地分居 哇 所以呢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月份 我是4月9号出生 你可以想到 我这属于假期产品了 那时候两地分居都不是 就是只有寒假暑假 才能回家嘛 我妈和我妈一年就见两次 一次寒假 一次暑假 那你爸爸的 你小时候 你一时 你稍微懂一点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爸爸不在你们家里 是吧 我 从零岁到四岁 是跟着我妈的 我在住的长春 我爸是在 在黑龙江 在富裕县 这个时候 我爸爸在身边 到了四岁以后呢 我就变得 就到了我爸爸那去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 我的下边是个双胞胎 我妈的负担就太大了 所以这个 我就从四岁以后 就跟着我爸走 跟着我爸爸住在一起 那你就变得 小劳改犯了 那个时候 已经算不上劳改犯了 但是 我爸还在 劳改 但是他已经到了 富裕县一宗 去交屋里了 富裕县一宗 你要把这个词 查给我了 我怎么查到那个一宗 你还记得那个一宗 有什么照片没有啊 找不到照片 那个时候哪有照片啊 那个时候 又是右派 是被改造 被改造对象 你哪还能照照片啊 OK 那你这个生活的 描述一下 当年我爸说 描述了 说他的任务 就是拉沙子 赶车拉沙子 他赶一马车 然后呢 把我呢 就放在这个 马车上面 拉一堆沙子呢 他把我放在沙子堆上面 说一天就这么过 过了多久 我算的啊 四年以后 那就是 六八年 我去了黑龙江 然后到七二年 我妈妈就调过来了 我妈妈就调转过来 就是等于 他们夫妻两个的 就合并了 你妈妈就从 长春 第六中学 调到了 海南江的 富余县的 那个时候 富余县还进不去 富余县县城还进不去 最后他怎么办了呢 到了富余县 下边一个公社 叫塔哈公社 所以我在农村长大的 就在这 塔哈公社的一个小学 那几个字吗 嗯 那几个字 能不能讲一讲 塔是那个 塔是 那个 那个塔 就是 哪个塔 就是 就是 那个 树塔的 那个塔 塔呢 塔是 就哈哈哈哈 哈哈那个 哈 这样一个名字 刚快的 那一带 都属于内蒙古了 在齐吉哈尔 在齐吉哈尔北边一点 嗯嗯嗯 OK 对在那个中 嗯 你讲 在那个农村呢 他们俩就合并了 这时候呢 我从那 从我上小学 就是在那农村里边的 公社的中心小学 从那开始上小学的 嗯 嗯 哦 那你 你就等于在 乡里面的 政府 而不是乡里面的 中学 啊 你们有一个房子 对吧 有几个房子 算一间房子吧 算一间房子吧 那时候 算他们中学的 一间房子 但是你们是 我想一想 五口之家 是吧 那个早 现在 到最后是六口 我有三个妹妹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 就算四口 因为我呢 我刚才说到呢 我下边是双胞胎 双胞胎死掉一个 哦 所以就剩一个 哦 OK OK 后来又生了两个 对 哇 你的这个 这个妹妹还蛮多 他们都在中国吧 现在 还是到海外来了 嗯 有在加拿大的 有在中国的 哦 给加拿大什么城市啊 多伦多 多伦多 哦 那你以后有机会 可以到多伦多来是吗 我以后 有机会 当然去了 他美国也要去 我的意思是说 请你到纽约来 我就 我就直接奔去 纽约去就不就完了 瞎我一跳 瞎我一跳 压力他大 压力他大 纽约我去过一次 印象还不错 嗯 纽约 印象还不错 你这个讲话有点 太这个 这个 对纽约不尽了 纽约什么叫印象不错 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啊 那是我们荷兰人建的城市 我怎么都不尊重呢 那原名叫牛阿姆斯特丹呢 美国的城市名字和地名你都很易记 前面加一个新就可以了 只是因为纽约的名字不好写成叫新约 所以我们就逗他纽约 对 对对 OK 那我们再来讲你在乡下的那个日子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学老师的这个子弟跟当地的农民的子弟还是有差别的吧 差别不算大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呢 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农民子弟 所以差别 孩子之间差别不太大 但是只是说回家了以后 我们那个中学老师他们有专门一个住的几排房子 我们都回到那去了 然后其他那些同学就回到自己村里去了 那你的那些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你还记得他们吗 你记得他们的生活状况吗 那你还有什么记忆影响 那一段基本上没有接触了 已经四五十年没有接触了 只是记得一次 记得一点的 因为我在小学里是个爸爸 我老打架 你老打架怎么会打架一个神图出来 我就是很不理解 这个过程是怎么的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这77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公安厅不听 向各个学校的学校的通报 就说李建盲上了少年班了 13岁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这个小学了 我已经搬到领口县去了 然后小学的一个老师呢 就拿着这个通报 李建盲 咱们原来有个学生叫李建盲 另外边的老师 咱们的李建盲 说进监狱了 有人信 上大学不可能的 那一定是聪明了 那你干啥呢 说这个教育厅又发了第二封通报 这封通报啥有我爸爸的名字 这老师呢 李景华 没错啊 他今天就是李景华 那就是老李啊 说他就是他 爸爸的名字 出现在我们里面了 叫李景华 怎么写 景是这个景色的景 华是中华的华 李景华 OK 李景华老先生 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啊 哈尔滨的 在哈尔滨 在哈尔滨了 他老人家身体好吧 就是眼看87了 这还能满大鸡溜的呢 身体算是算不错了 他现在对他的生活满意吗 他实际上变化很大 怎么说呢 变化的现在 他对中国已经相当的满意 你想他是一个 他到从当右派的时候 他本来没有什么反共思想 就是嘻了糊涂就当了右派 但是这右派当完了以后 他是恨毛泽东 恨护上 恨得给一塌咬牙界吃 所以呢 我有一段时间在微博 在推上也说过嘛 我说当时我来荷兰的时候 我爹就告诉我 你要赶回中国 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就到了这种地方 就逼 等于是逼 我那时候也想留在荷兰 但是他实际上在逼我留在荷兰 但是呢 现在呢 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 他已经对中国满意的 不容别人说不好 这个也是跟海外现在 这种舆论的环境 好像就是 你现在稍微讲 中国一点点好 人家就说你可能是五毛 可能是大卫星 海外的这些 异议人士或者是中国的批评的批评中国的不成政见者 他们曾经是思想上非常领先的 很多的人物我就受他们影响 受他们的感召 但是我发现 其实我在三十年以前在东东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跟他们吵架 或者是对抗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讲一句话 我说可能呢 你们不是能不能领导中国的问题 是你们能不能理解中国的问题 你们能不能有一天 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句话讲起来 听起来 回忆起来有一点恶毒啊 我跟他们说过一次 我说啊 我说我可以不信别人 别人跟我说 中国怎么怎么发生什么变化 我可以不信 我说但我不能不信我爹 我爹是不存在任何动机骗我的 所以我说那从毛总意义说 中国发生之变化之大 已经把我爹一个坚决反共的人 快变成五毛了 这个是是啊 在家里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都机会上不敢跟我话 在谈政治问题了 我怕他查到 我们家里是不允许跟老长一辈吵架 我们家家教是这样 我爸是绝不跟我爷爷吵架 我是绝不跟我爸爸吵架 所以我就怕跟他观念出现冲突了以后 不敢说了 那你觉得老人家 你的理解你的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什么名义是他的一个变化 他怎么说呢 老一辈都是那种民主主义者 就是从把心眼里希望中国好 生活的好 这个变化大 过上走 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所以当今这个共产党看来呢 这几十年 这有四十年的时间 干的相当的下 所以好多好多这些老一辈 已经全部被共产党说服了 嗯嗯 这等于是行动上 行动上 那他的生活条件是有很大的变化吗 实际上呢 你要这么说呢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们家里的这几个 我加上我们三个妹妹 有时候跟老爷子开玩笑 说这家里收入最低的就是年了 但是优户共产党呢 好像你又是最积极的 他就拿了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退休工资嘛 哦 他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了 对 他后来是我父母都变 都到了大学生 都变成大学教授 哪个大学啊 我父亲在黑龙江大学 我母亲在这个南 这个华东 华东交大 华东交大 在南昌 哦 对啊 那怎么他们又是两地分居了 离婚了 OK OK 抱歉 我上大学那年 我上大学 77年 77年他们离婚了 OK 今天的这个故事啊 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找到一张 这个非常不淫逸的流程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非常模糊 就是卯丹江日报 卯丹江日报 这个 我一直在找李先生 我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你们家里的照片 历史的照片 你小时候的照片 你问我需要一点 要不说我怎么能做你这个人生过程呢 结果这个人大大咧咧到了这种程度 我也很罕见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因为 我说这个节目是要有物证 对吧 要有物证 证明你这个讲的东西 因为都是你在讲 我没办法就马上去查证了 我确实 这个这个很多朋友背书了 甚至还有一个人跟我说 陈晓 你就是他的这个偶像 我还吃惊 我说天下有这样的人呢 他说你以为他不了解李金芒当时候在我们东北的民气了 东北的民气 我说是吗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展示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这一节节目的一个物证 这位李金芒 就是那个小时候差一点进判处所 可能已经进判处过 进过了吗 差一点没进去过 差一点 一个一个进监狱的可能性最大的人 他居然在这样一个农村的地方 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中间 他居然成为了一个神童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神话 因为这个跟县运部和其他人的情况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他的故事很值得我继续追究下去 所以请大家去观看我们的第二集 看第二集有什么样的内影 谢谢李先生 谢谢 怎么样啊 你觉得我们聊得 感谢观看